北京时间7月18日,电影《画框里的女人》在京郊某影视居地举行媒体探访活动 主演范冰冰,黄教,吴玥,金世杰都穿着厚重的清朝装扮 拍戏间隙一直在扇扇子 在各位主创试完一场演画师为皇上画像的戏之后 众主创一同接受了群访 范冰冰说,黄教是她主动要求加盟该片的 不仅因为黄教是好哥们,还因为电影里有藏戏 跟她演比较有安全感,她靠谱又贴心 当被问及是否也希望有个孩子的时候 范冰冰说,我没找到像黄教那么靠谱的男人 忽略娱乐为您报道 因为靠谱 靠谱,然后靠谱贴心 对,然后就觉得有安全感 就觉得,因为跟黄教教属于在麦田合作过 然后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还有最主要的是好朋友 觉得肥水不流万人田了,对吧 就就是还是因为觉得跟她在一起拍是比较安心的 那她也会保护 我也是做什么心游戏 我们再去咱们拍一次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